按照你目前的税数应该要有多少钱呢? 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哦 美国联邦储备局最近发布了一份有关于不同年龄 中位数净资产的报告 能够让你知道你目前的财富在大多数人眼里是属于什么样的水平 咦?为什么是中位数而不是平均数呢? 不使用平均数的原因啊 就是因为超级不好我们的净资产会拉高数值 比如说马斯克和我的财富平均起来的话 就是1000亿美金了 所以说采用中位数才更符合大多数人的真实水平 就像是你平时在街上遇到的路人、店员和其他上班族一样 看完这个影片之后你就会发现到 其实只要你稍微努力一点就很容易超越大多数的人了 那前面呢也要跟大家说一说几个重要的关键 那毕竟是美国的数据 所以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国家的生活水平做出调整 那亚洲的话我觉得大概就降个30%左右吧 那如果你看完之后发现数据也和你有一些差距的话 也不用灰心 你可以跟着最后的几个步骤做出改变 很快的就可以看到成果了 那第二个关键呢 就是净资产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它代表着一个人的真实财富 它的计算方式如下 资产、减掉负债等于净资产 资产就包括了你的车子、房子、存款、租宝、首饰等等 负债的话就是你的房贷、车贷等等的 那这边给大家决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假设你有一个房子 它的市值呢是100万 然后呢你目前的房贷呢是80万的话 那你目前呢就会有20万的净资产了 所以说就是那么的简单 资产减到负债就是你的净资产了 现在我们马上就来看一看不同年龄阶段 大众的这个资产中位数是多少的吧 首先18到24岁8216美元 由于这个阶段啊是这个职业生涯刚开始或者是还在读书 所以呢还没有任何的收入 所以呢这一个年龄阶段的人啊 他们的资产都不太坚实 25到29岁7512美金 那大部分年轻人在这个阶段呢是需要支付 学贷卡债车贷还有生活费等等的 因此呢在这个阶段啊其实还比18岁的时候呢还要来得更加的穷的 那如果我们来到了30到34岁的话 那这时候呢净资产的中位数就会来到了39000美元 虽然在这个阶段啊有些人买了房子 但处于工房出去所以呢房贷还是很高的 那房屋呢对于净资产的贡献呢就不是那么大 基于高负债低收入的情况 有些人是还未实现长期的这个投资的 所以总结来说35岁以下的群体啊 有着相对较高的债务和少量的资产 你只要保持一个正值的净资产 就足以领先你这一个年纪的族群了 35到44岁的中位数净资产啊 目前就会来到了13万5600美元 这个群体有很大部分的净资产都来自于房产 另外前期的教育投入和职业经验呢 也会为这个群体的收入带来更高的可能性 而且缴付的退休金也达到了一个相对不错的数目 除了储蓄和紧急筹备金 有一部分呢也会开始投资在退休账户 股票债券基金和房地产等等的 这些资产就比如车子贵重的饰品一样 也会对这个净资产做出部分的贡献 但占比就不会像房产和投资那么大了 那谈到投资交易啊 我们都希望选择一个值得信赖并且高效的平台 所以这边我也想要跟你推荐 本集影片的赞助商Mitrade Mitrade是一家全球知名的线商券商 全球拥有超过260万的用户 他们的交易界面十分的简单而且容易上手 手机端和网页端都有trading view 而且都是免费的 目前他们也推出了多项的新功能 比如Mitrade GPT 可以整理出最近24到36个小时的新闻 供交易者做出更好的交易决策 同时还提供了免费的交易指标和交易策略 给新手学习参考 除如今方面 Mitrade有提供多种主流渠道 是十分高效便捷的 这一点我本身就有亲证过了 最重要的是 Mitrade旗下拥有不同的权威机构牌照 让交易者可以放心的 用它来交易全球的各大资产 感兴趣的朋友 点击资讯栏的链接 就可以注册模拟的账户免费使用了哦 Mitrade让交易更简便 话说回来 到了45到54岁的年龄阶段 那这时候中位数的净资产 就来到了247200美金 这个年龄段的群体 人生规划没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经济状况相对稳定 大多数人在这个年龄阶段 会来到收入的最高峰 在这个阶段 房子现在的市值 会比起当初购买的时候增加不少 同时负担的房贷也开始大降很多 提高了房产对于净资产的占比 大部分人的额外负债 也开始已经还得七七八八了 而个人资产 比如车子 贵重的物品 退休金 还有其他的投资 也增加了净资产 有些人拥有了自己的生意 大幅的增加了净资产的数字 在某些情况之下 得到的遗产 也会让某一些人的净资产上升 除此之外 也有一部分的人会开始换房子 以应对家庭人数的增长 也有人会开始意识到 自己当初没有学习投资理财的这个重要性 所以过度消费导致债务的增加 接下来来到了55到64岁 在这个年龄段的族群 大部分的净资产 同样来自于房产 多年的投入和复利效应 为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带来可观的财富 他们的收入足以支撑开销 并且不需要动用到存款或是投资资金 也有人在这个年龄阶段继承遗产的 于孩子长大离家了 有些人会选择换成小房子来居住 没有负债以及拥有充足的现金流 让他们可以靠退休金过活 并且开始享受晚年的时光 来到了退休阶段的65到74岁 这时候的中位数净资产是40万9900美元 那这个年龄阶段的净资产依然在上升 理由和前面的相似 就是房产的升值和投资回报 还有社会保险金以及遗产 那当然有很多人在没有收入 或者是基于健康的情况之下呢 开始需要提取大量的退休金来花了 来到了最后一个阶段 75岁或者以上 那中位数的净资产的数字是 33万5600美元 这是净资产开始下降的年龄段 原因可能是收入的减少 以及上升的健康管理费用 这个群体通常会把目标 从积累资产转成了财富保值 他们会比较少在意资产 跟注重生活的体验和享受 从这一个真实的数据你可以看到 其实大部分人退休的时间 比想象中来得还要晚 甚至有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忙碌 都没有办法享受自己的人生 这是因为大部分人对于 财务规划上的知识和观念是劝切的 所以说会赚钱和会理财 真的是两码事 那如果你目前资产低下 穷得发慌应该怎么办呢 又要怎样做才能够提高净资产 轻松超越大多数人 答案其实非常的简单 只要清楚知道赚钱是一种能力 理财和守财也是一种 而且更为重要 赚钱能力就像是水猴的大小 而理财能力就是你的水桶有多牢固 如果只会赚不会理 那你的桶永远都不会满 所以第一步非常的重要 还清恶性债务 只要你目前的贷款 它的利息是超过4%的话 都要尽快的把它们给还清 不然你再怎么努力的存钱 都会觉得债务始终还不了 第二紧急筹备金 至少要有6个月的必要开销金额 作为你的紧急筹备金 这样才不会突发事件一来 就要到处借钱 到时候可能又会导致 债务和利息反扑你的财富 第三学会投资 有了紧急筹备金 多余的钱就要把它给运用起来 这样它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财富 投资自己 增加自己的技能和认知 投资金钱 到ETF或是稳定的蓝筹股 或是尽早购买自己 可以负担起的房子 都是可以让你的财富 稳定增长的一种 第四提高你的收入 如果收入不高 那就要学会尽快的展开自己的副业 并且这个副业呢 是可以持续的发展并且积累的 这样随着商业经验的积累 最终就能够让你成功的兴趣变现 不仅财富可以超越大部分的人 同时生活也可以更加的吃香 净资产可以帮助你判断自己的财富状况和进展 但没有办法告诉你 何时才能够财富自由 有些人可能有1000万的净资产 但依然需要工作 就比如拥有价值700万的房子和300万的豪车 但他却没有任何可以赚取收入的资产 而有些人可能有50万就可以退休了 因为他每个月的被动收入 比如租金或是投资配息 已经能够完全的抵消他的生活开销了 所以说投资规划你的被动收入和开销状况 比起拥有更大的房子来得更加的重要 那讲到这边 我也想要请你留言告诉我 你目前的净资产在同年龄是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呢 千万不要觉得领先其他人是天方夜谭 只要稍微努力进行财富管理是绝对可以达到的 虽然这种社会性比较能够让我们得到心理的安慰 但我也不希望大家以这种方式作为快乐的基石 更重要的是以本身的热忱和使命作为努力的动力 这样才能够得到长久的幸福感 因为如果你一只和别人比 总会一山还有一山高 永远比不完 那这些数据也只是一个参考而已 情况因人而异 保持耐心 财富最终会来到你的身边的 最后我也给各位附赠了一个 个人资产负债表的模板和教学 让你全方位的了解自己的财富状况 这样才能够设定一个清晰的财富目标 做好财富规划 只要点击资讯栏连接 就可以免费领取了 谢谢大家的观赏 我是好夜 陪你一起学习学校面教的知识 我们下一集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